原标题,禁用陆季产品。 台湾的苦头,可能要先来了参考消息。 1月28日报在外媒称,据预测,台湾地区2018年经济增长为2.66%,民众对低增长的不满意根深蒂固。 而近日,台当局有关部门禁止使用华文、联想等大陆企业差评的动作,更是引外界哗然。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1月24日报道,计台有关部门近日连开两枪,组绝华为设备使用内部网络后,台湾当局计划在3月底列出黑名单,禁止相关公共部门,使用包括华为、联想等大陆企业产品。 报道称,公务用智能手机不会采用大陆品牌,也会禁止台公务人员,在执行公务时使用微信等通讯软件。 外界认为,此举是蔡英文当局,急于向特朗普表中心的行为。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张文生,向参考消息网记者表示,台当局此举非常不明智,这种举动,势必会恶化两岸关系。 当前,岛内舆论对当地经济发展,以尼玛悲观情绪。 一些台湾网站上出现了日本失去的20年,会不会在岛内上演的悲观乱调? 在经济减速的情况下,台湾地区似乎在担心低增长趋于长期化。 日本经济新闻网站1月24日报道称,台湾地区行政机构,预计2018年的经济增长率,被2.6%由2019年的目标,是2.4%至2.6%. 台经济主管部门1月2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,2018年12月的初,口订单比2017年12月减少50.9亿美元,降幅为10.5%,为32个月来的最大跌幅。 对于台湾经济状况,张文生表示,台湾是潜碟子经济,海岛资源少,经济发展要大量依靠对外贸易,合作和投资。 如果排斥大陆企业,必然会对两岸经济关系带来直接冲击。 因为,两岸经济联系非常紧密,排斥大陆企业,就必然会对台湾相关企业造成冲击,给台湾经济带来负面影响。 张文生进一步称,台湾地区的贸易顺差,主要来源于两岸贸易。 如果进入陆企产品,台湾民众也将直接受害,对蔡英文当局来说,这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行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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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点栏目